雇佣兵徒孙 火车身险隧道和天然气管道全部照 看英国特种兵如何解救人质 将雇佣兵组织一举铲除 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欢迎订阅铁哥聊电影 今天铁哥给大家带来一部经典动作电影 特种空勤团 红色通缉令 影片开始 一群雇佣兵接到任务 在格鲁吉亚清除某个村庄 他们肆意开枪射杀着这里的无故民众 用喷火器将整个村庄变成一片火海 但让这群雇佣兵没想到的是 他们所做的这一切 都被一个女孩用手机偷偷地拍了下来 没过多久这件事就东窗事发 在国际上造成了恶劣影响 原来这群雇佣兵受雇于英国政府 专门为英国政府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这个组织名叫黑天鹅 他们的主要头目是老白和他的女儿格雷莎 目前这个组织就在伦敦 格鲁吉亚事件爆发之后 国际刑事法庭对黑天鹅组织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要求英国政府逮捕他们 并引渡到国际法庭进行审判 但是英国首相担心 一旦将这些雇佣兵交给国际法庭 英国政府做的那些事都会被查出来 于是首相找来 负责曾经与黑天鹅联系的大胡子 二人商量之后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出动英国特种空勤团 让大胡子来负责消灭格雷杀他们 而在另一边 身为空勤团议员的汤姆 正在计划着上女友小美求婚 她买了两张去巴黎的机票 想给小美一个惊喜 就在两人亲亲我我时 汤姆突然接到了消灭黑天鹅的任务 她只能先告别女友执行任务 在一处清冷的城堡前 汤姆正在跟一名孕妇闲聊 就在孕妇转身之际 汤姆一个闪身 就将麻醉剂插入女人脖子里 原来这个女人正是老白的警卫 她也不是什么孕妇 而是怀揣步枪的暴徒 这栋城堡就是黑天鹅组织的基地 在知道汤姆行动后 指挥官老黑 也命令其他队友全体进攻 但是不能使用致命手段 而黑天鹅这边 格雷莎已经得到了 政府想要对付他们的消息 同时她也十分清楚 以他们组织的能力 是无法与一个国家进行对抗的 所以只能赶紧卷破盖走人 能逃走几个算几个 城堡外在烟雾弹的掩护下 汤姆一行人进入到城堡里 小心翼翼地搜寻着这里的敌人 遇到敌人后 他们用电击枪将其电晕 随后终于在餐厅发现了老白 不像老白对他们的到来 表现得很是淡定 没有丝毫慌张 大胡子很快赶了过来 他示意汤姆几人 继续在城堡里搜索格雷莎 他想要跟老白单独聊会儿 等到汤姆几人走后 大胡子让老白交出格雷莎 并表示 只要老白主动承担全部责任 他会帮忙照顾格雷莎 而老白对于大胡子这种人很了解 一直笑而不语 大胡子眼见计划不成 直接开枪打死了老白 而汤姆这边 他非但没有找到格雷莎 还在搜索途中杀死了一个人 违反了老黑的指示 结果直接被停职半个月 之后汤姆找到小美 两人互诉忠诚 看着眼前的小美 汤姆决定第二天就坐火车去巴黎 火车上 汤姆为了躲避小美的询问 在车里四处溜达 不想竟然看到了格雷莎的身影 他连忙追去 途中紧闭的厕所门 引起了他的怀疑 男人直接踹开门 发现里面竟是列车员的尸体 原来格雷莎通过伪装成功登上火车 不过碰上列车员要查他的护照 他就只好把列车员 永远地留在了厕所里 看着列车员的尸体 汤姆马上将这个消息 给小帅发了过去 而此时格雷莎正向驾驶室走去 他的手下纷纷起身跟在后面 很快几人来到驾驶室 他们炸开车门杀死驾驶员 将火车停在隧道中间 并按下报警铃 火车掉到中心 看到警报后 立即派出消防部队前往 而格雷莎他们 先是破坏了整条隧道的监控 等待着消防部队赶到 不想领头的消防队员 竟然是格雷莎的哥哥 很显然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袭击 随后众人开始收拾装备 分发弹药 此时汤姆这边 在列车突然停下后 他偷偷下了车 在隧道中悄悄地搜索着 走到消防通道时 他听到里面有谈话的声音 便摸上前去 正好听到格雷莎一行人的计划 汤姆想听得更清楚 没成想被人发现 直接一拳打晕了对方 抢了对方的枪 想要逃出去 但由于对方人数众多 汤姆栓拳南地四手 只能将门锁起来 希望能够挡住格雷莎他们 不想格雷莎他们丝毫不慌 直接用炸药炸开铁门 巨大的冲击波 将整列火车的窗户全部针碎 此时火车上的乘客们察觉到 事情没那么简单 汤姆也意识到 情况变得危险了 他赶紧登上火车 想要带着小美逃跑 没成想 格雷莎持枪而来 劫持了整列火车 并让另一队人 在消防通道上钻孔 格雷莎一行人 下手非常残忍 任何没有第一时间 服从的乘客 直接就被一枪打死 汤姆趁其不备 从车窗跳出来 躲在火车底下 男人也是意高人胆大 他没有趁机逃跑 而是贴在火车外边 小心地侦查 还用手机拍到了 格雷莎的照片 赶紧发给了 自己的兄弟小帅 并告诉队友 格雷莎的所作所为 随后小帅将情况 报告给了上级 而首相在得知消息后 赶紧找来了大胡子 要求他这次 一定要消灭格雷莎 之后特种空勤团 再次出动 而与此同时 格雷莎也加紧了行动 他命令手下 收缴所有乘客的手机 如果有不愿意的 直接就是一枪 过程中 格雷莎看到一名 受伤的小姑娘 他让手下去找一名医生来 不想找来的却是小美 于是躲在车下观察的汤姆 终于得知了小美的位置 恰好特种空勤团 也这时赶了过来 大胡子要求部队 直接杀戒去干掉格雷莎 但老黑为了人质的安全 拒绝了这一命令 然而大胡子可不管这些 他对老黑说 要干就干 不干就滚 老黑无奈 只能命令小队 前去干掉格雷莎 在湖岸的隧道里 空勤小队小心翼翼地侦察着 终于看到了火车 一名狙击手留下警戒 而其他人继续前进 然而他们刚接近火车 就被车顶上埋伏的人袭击 空勤小队瞬间陷入慌乱 一边躲避射来的子弹 一边进行还击 随后狙击手赶来支援 在干掉几名敌人后 他的位置也暴露了 由于隧道内几乎没有任何掩体 空勤小队只能全体撤退 结果他们刚退到基地 格雷莎就打了电话 要求老黑和大胡子 来火车上谈判 为了人质的安全 老黑和大胡子只能前往 上了火车后 老黑刚想谈一谈人质问题 不想直接就被格雷莎一枪打死 只留下大胡子一个人 大胡子想要偷袭格雷莎 却反被制服 之后格雷莎与大胡子 谈起以往的合作 没有防备的大胡子 直接承认了就是英国政府 雇佣到格雷莎他们 来为英国天然气公司扫清障碍 大胡子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些画面都被格雷莎录了下来 此时汤姆这边 他在隧道中的天然气管道处 发现了正在安装炸弹的雇佣兵 汤姆让他停下 不想雇佣兵却用炸弹威胁汤姆放下手枪 汤姆也只能照做 就在雇佣兵放松警惕之时 汤姆一个闪身直接扑向对方 双方在黑暗狭小的隧道里扭打在一起 抱长一团的两人不断撞击在两边的墙上 最后一起掉进通风井里 由于雇佣兵垫在汤姆底下 汤姆保住了小命 凭借着顽强的毅力 他又从通风井里爬了出来 井口外男人收到了格雷莎 用小美手机给他发的消息 这时候他知道了 原来小帅是格雷莎的卧底 他告诉了女人 汤姆和小美的关系 为了小美的安危 汤姆主动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格雷莎让哥哥去抓汤姆 可令格雷莎他们没想到的是 汤姆躲在隧道上边 成功发动偷袭 劫持了格雷莎的哥哥 男人打算与格雷莎交换人质 可在车厢对峙之时 果断的女人直接朝汤姆开枪 而汤姆只能赶紧躲避 这时其他雇佣兵也纷纷向汤姆开枪 危急时刻 汤姆找到一个煤气罐 打开发门后直接点火 瞬间炸毁了一截车厢 巨大的冲击波传遍整个隧道 凭借着这场爆炸 汤姆逃过一截 突然的爆炸声 让小帅这边吓了一跳 他赶紧跟格雷莎联系 询问情况 格雷莎让他们支付赎金 小帅不敢犹豫 真是要多少给多少 格雷莎拿到赎金后 将乘客集中赶到集结车厢 几个雇佣兵们 也换下衣服混入其中 并将偷拍大胡子的视频 发了出去 而此时 格雷莎则带着汤姆的女友 进入到了天然气管道的隧道中 他们戴好防毒面具 设置好炸弹 打算乘坐工具 从天然气管道逃跑 随后 汤姆赶到天然气管道 发现格雷莎的哥哥挡在前面 于是 二人在狭小的地方展开波斗 二人你来我往拳拳倒肉 一时竟然难解难分 最后汤姆抓住机会 将对方推到天然气管道中 摘掉了他的防毒面具 让他窒息而死 汤姆随后钻进管道 赶紧去追格雷莎 而空勤团这边 因为已经交付了赎金 全部人员撤退到隧道外 等待经营人质 这时大胡子查知道 小帅的遗场 怀疑他是卧底 火车出来后 乘客四散而逃 雇佣兵们也想趁机开溜 然而他们早已被狙击手锁定 在大胡子的注视下 小帅犹疑一片刻 随即下令开枪 枪响过后 这几名雇佣兵全部死亡 另一边 格雷莎带着小美 通过管道逃到陆地上 汤姆紧随起后 不想格雷莎再看到汤姆后 反手就直接引爆了 隧道里的炸弹 整条隧道和天然气管道 全部炸毁 汤姆被冲击破炸飞 为了躲避汤姆的追击 格雷莎扎伤了小美的腿 往山里逃 这边 汤姆赶到小美身边 小美表示 伤口自己会处理 让她赶紧去追格雷莎 此刻男人心中充满了斗志 向格雷莎逃跑的方向追去 在天然气管道爆炸后没多久 新闻上就播放了 格雷莎拍摄的画面 首相看到真相被曝光 知道她的政治生涯 就要到头了 此时格雷莎已经逃进了 满是鸡血的森林 汤姆紧随其后 但转眼就没了格雷莎的身影 就在汤姆在四周寻找之际 突然女人从天而降 直接锁住汤姆的脖子 很快 汤姆凭借体型优势 硬生生挣脱了出来 随后女人用刀与汤姆进行搏斗 二人你来我往 女人的刀不断落在汤姆身上 随后二人不慎从山坡 滚落到一辆车旁 等双方清醒过来后 相互凝望了一会儿 要发生狗血的事情时 格雷莎突然一刀 划破了汤姆的手 二人瞬间清醒 汤姆反手一甩 将女人摔在引擎盖上 二人打斗得浑身是血 最终 汤姆将格雷莎摔进车里 用刀抵住她的脖子 没有直接痛下杀手 结束这场战斗后 二人竟然交流了起来 言语中仿佛知己一般 女人对着汤姆说 他们才是一类人 都是杀人机器 小美终将会离开她 汤姆似乎有所犹豫 不想女人话音刚落 汤姆一刀将其刺死 然后一蹶一拐地离开了 影片到此结束 整体而言 这部电影是一部 非常优秀的 爆米花动作电影 里面激烈的爆炸场景 干净利落的枪战 前拳倒入的打斗 都非常精彩 好了 感谢观看 如果你喜欢同类型的电影 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 铁哥聊电影 咱们下期再见